再带您看到花的开心购物节系列活动开跑 从10月20号到31号 只要在花莲市的店家单笔消费满200元 并到指定的服务台完成登录者 就有机会抽中市价将近4万元的桌上型苹果的电脑 那么市长魏佳燕也邀请民众一起共襄盛举 来享受欢乐购物氛围 搭配百货公司中年庆 花莲市公所今年度的花的开心购物节 是在圆百召开记者会 即使起到10月31号 只要在花莲市区各个店家消费满200元 完成发票登录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主要在10月20号 然后在我们的远东百货 以及我们就铁道商圈 还有我们的大雨街金山脚等 那只要有消费200元 即刻会送一个小礼品 那也可以进行我们的抽奖 那在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好礼 那最大奖是我们iMac 我们的苹果的桌上型的24寸的电脑 那也希望说借此刺激我们的消费 那我们也希望在很多的地方都能跟 我们不管是在华联市的所有商圈 甚至于说我们能够搭配着我们远东百货的一个中年器 一起来将我们华联市的买气能够刺激能够增加 最后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在地客 或是我们观光客都可以来华联 那吃吃美食观光街消费抽大奖 活动期间民众消费满200元 除了可以领取莫彩券 还可以获得满额礼品的兑换 所有登录后的发票会在11月3号晚间 以摸彩方式抽出中奖者 奖品包括了24寸苹果桌上型电脑 小米扫地机器人 还有GoPro运动摄影机 气价烤箱自动研磨咖啡机等等 还有远东百货花联店独家提供1万元的百货商品券 花联市长魏佳燕鼓励在地乡亲和外来游客 都可以踊跃在花联市消费 创造买气也能够把大奖报回家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